在店上做着各种体能锻炼 虽然现在还在寒假期间 但是新店达官国中小角力队的训练不停歇 而且其实在春节大年初五就开训了 体育组组长蒂兆平表示 持续寒假训练是希望选手能够储备体能 上午的部分是以体能训练为主 下午则是技术的学习 而今年寒假更安排了多场一地训练和交流 希望让孩子有更多的经验累积 今年我们安排了蛮多的交流 我们从礼拜一就去会计国中 跟我们全国也都名列前茅的队伍 去做一个交流训练 后面我们会跟明德高中 也会去做一个一地的练习 加上我们从今年的寒假 有跟安康高中那边配合 安康高中下午也都会来我们这边 做一些技术上面的练习交流 面对别人放假可以出去玩 但自己却要到学校训练 打官国中小角力队的孩子不含苦 并且认真的练习 就是希望能够在下一次的比赛中 有更好的表现 国一的时候就有想过 你要读体育这条路 就是一定会比别人更辛苦 那你要拿出成绩来一定要增加在玩的时候 你在辛苦的付出 抱着想要变强的决心 也想要增加自己 想要在比赛上赢下冠军的机会 我也想要玩但是就是想要变强 就是要多练习 比别人早一步练习 然后收获的比别人多 然后希望在全中英可以拿金牌 去年达官国中小角力队在各大赛事中都有优异成绩 更在去年年底总统杯比赛拿下了个人七金八银五桶 国男组国女组自由式团体冠军 以及国男组西螺式团体亚军 让全队士气大大提升 而在寒假结束之后 就将要展开锦罗密鼓的赛事行程 我们拿到男子组的自由式跟女子组自由式的女子组的冠军 那西螺式是第二名 那其实这整体来讲 我们的队团队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接下来我们那个今年度 从二月开始就有国首选拔赛 对 U15跟U17我们都有参赛 那主要也是让选手去增加一些比赛的感觉 那有一些经验 那再来三月的全国 以及今年最重要就是四月份的全中英 我们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备战 因为是最后一年嘛 也是国三拿到资格 那就是要拿到全中英冠军这样 有句话说想要看起来不费力就要更努力 这群角力小将正努力的往自己的目标迈进 在教练们的训练和带领下 持续备战做好准备 期盼新年度再多夹击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